有自己的培练和暂时的临时的教练 可能在培练这方面投入比较多 可能会每个月请不同的一种打法来进行训练 单飞来讲应该我是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这可能是以后的一种发展方向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 所以说可能这么走的路也许会更长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走到未来 所以也不能轻易去断定这条路是好走还不好走 是尝试断 其实走哪一条路我觉得都不好走 你如果想达到那个顶点的那个高度 所以说只是方式不一样 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孤独吧 我觉得是独自面对的任何困难任何问题的一种能力 那现在主要面对的可能是自己出去比赛 包括自己在场上的那种独自面对的能力 就是一个人在场上的这种能力 我觉得这种孤独可能是说 跟以往不同的一种感受 其实你真正面对了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对孤独的那种恐惧 就是说你害怕有这种感觉来 但我真正去面对了 我真正去适应它的感受 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们现在相处的也非常愉快 所以也没有必要去说 以前发生的一些什么样的事件 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安排 我觉得这样做可能对大家今后的发展可能都有好处 所以说没有去纠结为什么会那样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会去想了 所以可能从现在开始 或者是从早一段时间开始 之前的那个事情就不会再去重提了 只是说我们看未来的路会怎么样 我完全不会尴尬 因为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把比赛打好 大家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努力团结 来把这个目标完成好 这个奥运会我当然也是非常期待的 所以说目标当然是没有变化 还是希望能拿牌 对就是说因为弥补 李约的一个遗憾吧 没有拿到奖牌 当然东京也是想对自己有一个突破 我觉得难度会比较大 但是说如果我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之下的话 还是有非常大的机会的 我觉得任何事情可能真的是要自己来处理了 自己来独自面对了 对 让自己变得更坚强更勇敢吧 不会退缩 对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